当前纳布勒斯对主帅萨里来到西伦敦时,证明德国后卫知道该期待些什么,并对他们目前所取得的剑步感到高兴。 在切尔西对与萨里的合作,跟吕迪格,自己所预期那样有趣,这位后卫更喜欢新帅的战术打拔,而不是孔帝的风格。 上赛季,萨里带领的那布勒斯队,在一架联赛位置第二名,之后他被吸引至文敦职交篮军,并占球队从孔帝时期的第五名,重新成为冠军的有力挑战者。 在四场比赛过后,切尔西对赛英超联赛中,有着完美的战绩,萨里的传控风格开始奏效,甚至比前罗马队球星吕迪格所预想的要好。 他说,我在意大利为罗马队效力,所以我知道主帅的战术喜好,而且那也是我所喜欢的。 他希望当大家都认为我们一绝不证实,我们能够表现得比上赛季更好。 现在不同了,我们创造了很多机会,对我来说正很不错。 在大多数时候,他希望后卫多点短船,空球在脚。 到目前为止,我已经证明自己是可以做到的。 但我仍想每天都取得进步,他是一位不满足的主帅,他总是说你可以做得更好,让你保持动力。 老实说,我很惊讶,我们可以踢得这么好,因为像阿扎尔和坎特这样参加了世界杯的球员。 狠尔才归队训练,但他们身体状况很好,这令人印象深刻。 佩德罗和阿扎尔在联赛中为萨里的球队提供了进球火力支持,但正还首发前锋莫拉套直钩,入球队是个进球中的一个。 吉鲁是这位西班牙人的替补,在最近几周的比赛,一直以替补身份上场,而吕迪格认为这位杰埃森那对前锋将会是球队本赛季的关键人物。 吕迪格补充说道,我喜欢吉鲁踢前锋,他很强硬,喜欢身体对抗。 莫拉套参加了完整的季前赛训练,而吉鲁由于参加了世界杯的晚了归队,但是吉鲁对我们来说很重要,就像在上赛季末的时候一样,如果他开始进球,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良性竞争。 周四,吕迪格和姆巴佩以国家队球员的身份在德国队0比0,暂停打国队的比赛中相遇。 虽然外界队19岁的世界冠军姆巴佩炒作不断,但吕迪格认为他每周都有一个更为出色的队友踢球。 他说,姆巴佩的速度太不可思议了,真的很厉害,为了阻止他,你必须整队球员协作。 因为如果你单相皮马上的话,祝你好运,但对于我来说,世界最佳球员是梅西,然后是埃扎尔。